我想她这个快乐来自于 她在黎人里面找到了子尊 丽人的书籍每一本都经过精心的挑选 入门的 经典的 常识性的书最受欢迎 对于来自公众的捐书 黎人的态度也很挑剔 我们对这个捐书的人的建议是这样的 我说你请你自己来把关 你觉得这个书如果特别想要推荐给你的小孩 如果是 你捐给我们 因为那也是相当的小孩值得去看待 如果你都不想让你的小孩看见那书 那就算了吧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 如果有天堂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令人希望图书馆不仅仅是孩子们捉迷藏的地方 而是应该收获比捉迷藏更多的快乐 就那天我在图书馆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小姑娘 就她拿了一本冰心的书 然后她跟我说她特别喜欢看这本书 然后她说因为她看这书的时候 内心觉得非常平静 一个人学会了阅读以后 其实你就挡不住她的成长了 她后面的路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们相信阅读是一个最为基础和核心的自我教育的途径 渐渐地陈辉的性格变得开朗起来 她学会坦然地接受别人的帮助 并且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 因为从小喜欢摆弄机械 拆拆装装 现在她成了受邻居们欢迎的修理工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邻居嘛 然后能够帮上忙就帮上忙 因为我奶奶也需要他们照顾 我有我自己的长处 然后我不需要那样自卑嘛 中国以农历国 中国人十有八九住在乡下 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区的运动 到乡下去的运动 八十年前 陶行之先生提出平民教育 生活教育的理念 八十年后 在她的家乡安徽省休宁县 一所只招收农家子弟的职业学校诞生了 这就是德胜鲁班木工学校 木匠 应该说以前接触过吧 以前那个是我们那边有木匠的时候 他是打家具的时候去玩过 看到他把木匠觉得好玩的 具有创造力的活动 以前的话我们那边传统思想吧 那个没人愿意学这个木匠 小孩子反正都为书打工 学开车的 还有干别的反正不学这个 就是清起来不好清法的 那你不在乎吗 我不是 我们木工学校的话是2003年创办的 当时的话从我们县 当时主要有两个问题面临我们困境 就是当时的话 初中毕业生升高中比较难 那么这个比较难的话 那么很多学生的话就没有速读 没有速读的话 县里面就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那么当时我们为什么创办木工学校 也就是考虑到修林县是一个林业大县 而且修林县的话 在历史上 辉州的木匠比较多 民生在外 但是现在也面临着 这门传统的手艺 后继发人 因此当时经过政府搭台 企业参与这种形式 当时我们就考虑 创办的木工学校 就在这时从事建筑行业的修林级商人聂胜哲 向家乡伸出援手 他一次性捐资二百万元 为学校建设了实训车间 配备实训设备 学校开学后 他从自己的企业派出经验丰富的木工师傅 来校授课 并持续为学生提供实训岗位和就业机会 我们一一年全省农民的存收入是八千元 那么如果农村里面有一个孩子学了木匠 那么他走向企业以后 或者自主创业以后 他的收入在四万元左右 那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学木匠了 整个家庭就脱贫了 我看的这个小粉丝是你的日记是吗 你能给我念一念吗 可以 2012年3月6号 上午到实训车间 陈天夫